刚过完60岁生日 永远的玉女林青霞出版新书 她追忆网友邓丽君和张国荣 这里行间都是她对过往一甲子人生的体悟 星期天她出席香港大学座谈 吸引了许多粉丝 60岁的林青霞 一身黑群亮相 风采不解当年 迎起迎来是她三年来第二本作品 除了记录青霞的人生感悟之外 还首次发行了她用声音演绎的作品CD 听人说到了布丹 如果不去虎穴寺朝圣 等于没有到过布丹 书名为何叫云去云南呢 基本上我是很喜欢云 我跟云也很有关系 那么我在印书的前几天 我收到张一和的序言 他的序言是水深水浅东西见 云去云来远近山 这个座题目 所以我一看有云去云来 我就觉得这个座书名很好 林青霞还在书中追忆一顾好友邓丽君 我梦到她很多次 梦里面 其实我梦里面我都觉得 不是说人家说你走了吗 哦原来你没走 人家都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 记者会上 林青霞的家人以及一众好友 包括杨凡 邝美云 余真 清胜华 张书平等人均到场支持 并上台分享和青霞交往的趣事 林青霞会后还为新书签名 并热情和粉丝合影留恋 新唐人记者梁真 在香港报导 申请 南 并不被